嗨哥好,我是Nick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拍影片的时候 觉得相机内建的麦克风收音效果 没有这么理想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加上外接麦克风 来提高我们的收音品质 可是大部分像这样的指向性麦克风呢 它的收音方向呢 只有固定一个方向 我转过来背面 它的收音品质可能就会有一些改变 我再转回来的话 它的效果又会比较显著 变得比较好一点 好的,那我们换回平常比较熟悉的配置 不过有种情况 我们可能需要采访、接访 或者是拍摄自己的家人跟朋友之间的对话 这时候麦克风收音是向前方 可是拍摄者的声音其实也是 影片的主体也是挺重要的 那我们不可能一边拍啊 一边需要收音的时候 又把麦克风转过来 然后又往前 这样在实际拍摄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如果我们同时要接收相机前面的声音 也要收入相机后面的声音的话呢 这该怎么办呢 但是相机又只有一个3.5mm的接口 如果相机有两个3.5mm的接口的话呢 也许我们同时可以装两个麦克风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没办法 那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这一款麦克风是由第二体所推出的Default Duo 双心形指向麦克风 它的外形看起来小小的喔 有点像Rode 有一款VideoMicro 看起来就是像那个小小的麦克风 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介绍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 这一款麦克风呢 其实它拥有两个麦克风头 一前一后 具备双向的收音功能 那当然同时它也附了两个兔麻防风罩 让你到户外收音的时候也能够抵抗风罩的干扰 收到比较干净的声音 另外它也搭配Reicholite独家设计的这个简针支架 那可以有效的降低你在移动或晃动时所带来的震动干扰 在机身材质方面呢 Default Duo它是采用绿合金材质打造的 非常结实 耐用喔 这样的配置同时也可以有效的遮蔽来自外界的讯号干扰 所以这一款麦克风在抗风罩 简针以及讯号干扰方面都属于上层的水准喔 好啦 简针介绍完这一款麦克风之后呢 那我就来聊聊它的优点吧 首先呢 这一款麦克风呢 它不需要充电也不用装电池 我们只需要透过它内附的TIS规格的 36毫米连接线呢 随差挤用 另外一段接到相机就可以马上使用了 所以也不必担心忘记打开开关 或忘记充电 然后没有录到声音的窘境 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蛮多人都有切身之痛的喔 再来就是这一款麦克风 它有两个麦克风头 一前一后 那后置麦克风通常会靠近这个拍摄者比较近 所以收到的声音应该理论上会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部分在后续的收音处理上 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第二体在这个部分呢 也做了一个优化 它将后置麦克风的声音呢 降低一些增益喔 所以让你前收音跟后收音 可以尽量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喔 而且虽然这款麦克风 它搭配了两个麦克风收音头呢 但是它体积呢 并没有变得非常巨大喔 它的长度不到10公分 重量也只有40克 非常的轻巧 方便携带 接着我觉得它附了这个简针支架呢 固定方式也蛮多元的喔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像一般相机冷靴的方式做固定 那同时它的底部呢 也提供了四分之一跟八分之三规格的常规接口 那我们就可以固定在市场上 大部分的自拍杆啊 脚架云台上面非常的方便喔 接下来就是它的转接线不是固定死的喔 它有提供一个output的接口 你可以拿一条比较长的线 连接到上面 然后再转接到其他的录音设备 或是使用它标配的这个TRS规格的3.5连接线 连接到相机做使用 重点来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替完成 给手机使用的TRS 3.5mm的转接线给手机使用喔 这么一来这个麦克风的用途又更广泛啦 但是我看原厂提供的资讯 一旦给手机做使用的时候 好像没办法启用这个前后麦克风收音 会一律采用前置麦克风收音 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至于这项资讯是不是正确的 或者是将来会不会做一个更新改变呢 可能要再询问一下原厂客服的部分喔 那最后呢也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喔 这个麦克风除了output的接口 它额外还提供了一个input的接口 那这一个input的接口 它有什么功能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3.5mm的连接线呢 再接上一个麦克风 不管是领夹麦 无线麦克风 或者是更高阶的麦克风 都可以使用 那这么一来的话 你就可以突破音质的限制 不再受限于它上面的这个麦克风 你可以使用比较好的麦克风 同时也可以突破距离以上的限制喔 你可以使用比较长的转接线 然后把麦克风架在比较远的地方来应用使用喔 这样就不会受到麦克风固定跟方向性的限制啦 不过这样连接使用之后呢 你并不会获得一个 两个三个麦克风收音喔 这时候它其实是会停用后置麦克风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在input的接口呢 额外连接那个麦克风 这时候它的收音呢 会采用前置加外接 而不是加上后置三个 只有两个喔 前置加外接 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注意喔 根据你的需求来搭配使用 好啦 听了这么多优点呢 你一定觉得这个麦克风超棒超味的吧 简直是访谈 街坊跟Vlog的神器喔 那通常这种神器呢 也不是一般人就可以非常容易上手的 我认为这款麦克风呢 它比较不适合一般的新手 或者是不懂后期的人使用呢 怎么说呢 因为一旦我们把顶端的switch开关 切换到前后麦克风收音的时候 麦克风会自动把前置麦克风收到的声音放到 左声道 然后后置麦克风的收音放到右声道 所以拍摄好出来的影片呢 声音在耳机里面听起来就是前面的声音在左边 后面的声音呢在右边 听起来会怪怪的喔 基本上是没办法直接使用的喔 不过这个设计是为了后续后期的应用来做考量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设计喔 我们可以根据最终影片的呈现来自由的取用 左声道或右声道做剪辑使用 所以这个部分需要一点点后期的小技巧 并不是直接拍完的影片就可以做使用了喔 这个部分可能对于新手来说会花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需要了解一点点的这个后期剪辑的软体的应用喔 那接下来我就来简单的操作示范一下 在后期剪辑的部分可以怎么做操作设定 以及这个麦克风收音听起来怎么样 好的各位好欢迎来到Nink的后期小教室 那接下来我会简单示范一下 我通常是怎么处理这个由第二题D4DU所录制出来的影片的声音的部分喔 那首先呢我们将录制出来的影片呢拖曳到时间轴 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一下这段影片喔 那如果可以的话也请你带上耳机来仔细听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D1 你几岁 快要四岁 那你要去幼儿园吗 嗯 那你要去幼儿园学习什么 助字 还有呢 ABCD ABCD喔 OK 你刚刚可以听到这段声音呢 因为我儿子他的收音比较靠近前置麦克风 所以呢左边的声音左声道会比较清楚比较大声 那我的声音因为比较靠近后置麦克风 所以是右边声道比较清楚 那我们通过这一个这里的音量显示也会发现呢 左边是比较大声的 右边是比较小声的喔 因为右边是后置左边是前置喔 这个部分呢就是这款麦克风的特性 那接下来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取消链接 然后直接复制三段 一样的声音 这是一样的声音 那接着呢 我们处理一下第二段的部分喔 我们点右键 然后音频声道这个部分 把它切成两个都是Left 就是前置麦克风 你会发现他的这个音量啊 是会两个声道都一样啦 那我们仔细听一下喔 这个部分理论上来讲 我儿子的声音应该会非常清楚 那我的声音就会比较小声 比较闷 你叫什么名字 你几岁 你几岁 快要四岁 那你要去幼儿园吗 嗯 那你要去幼儿园学习什么 柱子 还有呢 ABCG OK 对吧 我儿子的声音非常清楚 我的声音就相对比较闷 那接下来第三段呢 我们一样右键音频声道 把它切换成Right 也就是后置麦克风收音 那理论上 我的声音会比较清楚 我儿子的声音就会比较远 有距离感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你几岁 你几岁 快要四岁 OK我发现我的声音有点小声喔 因为这个Dirty有针对声音做一些优化处理 那我把它加6db好了 好我们再来听一次喔 你叫什么名字 你几岁 你几岁 快要四岁 那你要去幼儿园吗 嗯 那你要去幼儿园学习什么 柱子 还有呢 ABCG OK 正如我刚刚所说到 我的声音是清楚的 那我儿子的声音是 比较距离感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忘掉 第一段 原始的那一段 就是我儿子的声音在左边 我的声音在右边 我们这一次不要只听音轨 我们可以注意到 A2这个音轨呢 就是前置麦克风的声音 而且是左右声道都一样 那A3这个音轨呢 是后置麦克风 然后左右声道也都是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你几岁 你几岁 快要四岁 那你要去幼儿园吗 嗯 那你要去幼儿园学习什么 柱子 还有呢 ABCG ABCG 对 比较难的吗 对 OK 你就会发现这样的 这个影片的声音 就会比较正常啦 我的声音是清楚的 我儿子的声音也是清楚的 就不会有单一指向性麦克风那样的问题 然后也可以解决 D4DU所录出来的声音呢 前置麦克风在左声道 后置麦克风在右声道 这样的问题啦 那以上就是我简单的 一个简单的示范 就是透过改变音频声道左右 那你叠加两个这个声音轨喔 那原本的声音就把它静音掉 那这样子就会让你录出来的声音 是属于比较正常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喔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很棒的方法 那我示范的方法是我觉得相对简单的喔 适合新手的 如果你拥有这个D4DU的麦克风呢 也欢迎你一起来操作看看试试看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些 我使用这个麦克风所拍摄的其他影片喔 因为我使用这个麦克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累积了一些生活上的影片 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啦现在已经快四点了 然后我差不多要准备上楼去拍会心了 那准备的东西有这个指南针 遥控器 避免按快门的时候相机会晃动 然后还有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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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钥匙 超亮的 看得到吧 它超亮的 不用特别设定什么参数就拍得出来 可见它是真的很亮 好 我继续拍我的会心喔 好 我们要拍摄的会心在 东北方 东北方我看一下 差不多是这个方位 然后我 吓死我了 好可怕 我被抽水机吓到 根据我昨天拍摄的照片呢 这个Nearwise会心呢 它会出现在 眼前这个社区大楼的上面一点点 我刚拍到一张它出现了 它在这个大楼的上面这边 你看得到吗 画面中这个 它出现了 我缩小一点 它在这个大楼的上面这个地方 这里 这样 好 那我就持续的拍摄喔 OK 终于出现了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款由Dirty所推出的 Default Duo双心型直向麦克风 如果你对于这款麦克风 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上网搜寻了解更多资讯 那之后我也会持续分享更多 关于这款麦克风的使用体验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请你持续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更新 那今天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有点感冒 所以收录起来的声音可能会 不是那么理想喔 请大家多多包容啊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是Nick 我们下次见 拜拜 2 3 5 4 2 5 5 6 7 6 U